第十九集 桑妍被桑芝勒得有些喘不过气,脖子微微发红。 听到这话,她的嘴角抽搐了下,像是被枪到了,猛地咳嗽了起来。 啊? 陈明旭没反应过来,又看了看桑妍的脸,表情瞬间变得复杂起来。 桑芝,你说,这是你爸爸? 桑芝怕得要死,脑补了一大堆戳穿之后,被所有人谩骂的画面。 对她来说,堪比世界末日来临。 她的底气一点也不足,不敢再吭声,只是点了点头。 一旁的段家许盯着桑芝的表情,忽然低下头,笑了出声。 小姑娘的眼睛圆又大,附着一层湿漉漉的眼泪,眼周一圈都是红的,脸颊还被蹭到了污渍。 看起来狼狈又可怜。 她的这个样子,把陈明旭想说的话都堵在了嗓子眼处。 被桑芝说成是爸爸的人跟桑芝哥哥站在一块,很明显是同龄人。 还穿着统一的志愿者服装。 但听桑芝这么一说,她和桑芝长得确实还还有点像。 陈明旭暗暗想着。 虽然不知道她撒谎的原因是什么,陈明旭也不忍继续问。 抬手摸了摸自己已经开始脱了的脑袋,先去处理一下伤口吧。 学校在运动场的两个脚搭建了帐篷,底下坐着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以及校医。 以防有学生意外受伤。 桑芽勉强平复了情绪,面无表情地说,好的。 随后便背着桑芝往帐篷的方向走。 陈明旭在后头拉着段嘉许说了几句。 因为有家长在,她也放心,而后便到别处去观察别的学生的情况。 两兄妹沉默地走在前面。 过了几十秒,段嘉许也跟了上来。 桑芝趴在桑芽的背上,心脏一直提着,不上不下。 她忍不住往段嘉许的方向看,表情像是在求救。 下一秒,桑芽凉凉地开了口,你刚刚喊我什么? 桑芝立刻收回视线,没敢说话。 我是你爸爸。 你是摔到腿了,还是摔到脑子了? 本来因为摔跤了,浑身都疼,桑芝一句话都不想说。 刚刚逼不得已出声应付完老师的事情,心情才放松了一点点,现在又要接受桑芽的指责。 她的喉尖一色,铺天盖地的委屈,向她席卷而来。 你怎么老骂我,你骂我一天了? 在这一瞬间,桑芝觉得自己成了全天下最可怜的人,她用力抿了抿唇,想忍住哭腔。 还是没能忍住,我要跟爸爸说,你走开,我不要你背我了。 桑芽立刻闭嘴。 过了两秒,她又道,脚崴到了,我不背你你怎么走? 我自己能走。 桑芝蹬着那条没受伤的腿,想要下来,我要自己走,我不要你背。 桑芽回头,不耐烦道,你能不能听话点? 我不要。 桑芝的眼泪还在掉,盯着她,我为什么要听话,你老骂我,你一整天都在骂我。 桑芽的气焰消了大半,哥哥这不是跟你闹着玩,这软化的态度没有半点用处。 桑芝的情绪一上来,话都不过脑,就往外冒。 你这这么不喜欢我,妈妈还没把我生出来的时候,你怎么不叫她把我打掉? 桑芽皱眉,你说什么呢? 她的尾音上扬,音量也稍稍拔高,似是极为不赞同她的话。 这语气让桑芝顿了几秒,像是不敢相信一样。 她愣愣地看着桑芽,过了几秒后才眨了下眼,又掉出一大串痘大的泪,你又骂我。 桑芽? 离帐篷还有好一段距离。 桑芝就像是要把这辈子的眼泪都流进了。 段嘉许听着两人的对话,以及桑芝从没听过的哭声。 她挠了挠眼下的皮肤,忍不住喊了声,喂,桑芽。 桑芽,干嘛? 她走上前来,看了桑芝一眼,我来背吧。 听到这话,桑芝的哭声减弱了些,抬头看向段嘉许。 这个反应给出的意思,格外明显。 桑芽稍稍侧头,非常尊重地问了句,你要她背? 桑芝彻底停住哭声,定定地盯着段嘉许。 她虽然没有给出肯定的回应,但这反应,像是被她背着,是多么难以忍受的一件事情。 桑芽吐了口气,忍着屈辱说,行。 说完,她一声不吭地把桑芝放了下来。 等桑芝站稳之后,段嘉许蹲下把她背起来。 桑芝趴在段嘉许的背上,回头看了桑芽一眼,想说点什么,但又因为还在生气。 很快就收回了视线。 段嘉许调整了下姿势,盯着前方,随口问,除了脚还有哪疼? 桑芝抽着鼻子,小声说,手疼。 还有吗?膝盖也有点。 嗯,别哭了。 段嘉许说,哥哥一会儿给你上药。 桑芝沉默着点头。 这个角度,桑芝只能看到她的侧脸。 刚刚段嘉许戴到她脑袋上的帽子,因为比赛被她还了回去,此时又出现在她的头上。 两人的距离靠得近,她还能闻到她身上散发着淡淡烟草味。 太阳从另一个方向照射过来。 她的半张脸露在光之下,头发染上点点光韵,嘴唇淡抿着。 上半张脸在阴影之处,桃花眼烧脸,鼻梁挺直。 五官利落分明,看不出情绪如何。 很快,像是注意到她的视线,段嘉许突然出声喊她,小孩。 桑芝立刻收回视线,装作自己什么都没做。 没等她回话,段嘉许又道,把哥哥的帽子摘下来。 桑芝乖乖照做,然后呢? 段嘉许的语气散漫,然后带到你头上。 桑芝一愣,似乎注意到她的正愣,段嘉许下一时回头。 她看着她傻乎乎的表情,眉眼一抬,轻笑道,不觉得晒。 到了帐篷那,段嘉许把桑芝放到一张椅子上。 受伤的人并不多,大多都是中暑的人。 桑芽把笑衣叫了过来,让她帮忙看看桑芝的伤。 笑衣检查了下桑芝的脚踝,拿了冰袋和药水过来, 说,没什么事,不严重。 冰敷一下,然后喷点药就好了。 这几天别再运动了。 段嘉许看了眼,不用去医院看看。 没事,就是轻微扭伤。 笑衣说,不过以防万一,去医院看看有没有伤到筋骨也行。 桑芽,还是去看看吧。 桑芝低头看着自己微微发肿的脚踝,没说话。 段嘉许到旁边拿了瓶生理盐水和点符,蹲到桑芝的面前,先处理一下别的地方,然后再去医院。 桑芽走过去,我来吧。 桑芝这才开了口,赌气般的说,不行。 桑芽盯着她,忍了忍,行,我去给你倒杯水。 健壮,段嘉许看向桑芝,飘着眉笑,这么心得过我。 桑芝的眼睛还红红的,又低下头,把掌心摊平放到她的面前,知无道。 我哥那么没耐心,会弄得我很疼的。 段嘉许,小桑芝怕疼啊。 桑芝点头,又觉得自己这样有点没面子。 补充了句,哪有人不怕疼。 这样啊,但可能会有一点疼。 段嘉许,垂下眼,拧开生理眼水的瓶盖,能不能忍忍。 桑芝立刻把手收了回去,背在身后,你不能小力点吗? 有一点点疼。 看着她这副警惕又防备的模样,段嘉许忍不住笑出声,一点也不行。 桑芝格外坚决,不行。 那行吧。 段嘉许说,哥哥小力点。 桑芝狐疑地看她,纠结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地把手伸到她的面前,说了句,哥哥,我很记仇的。 嗯,你不要骗我。 这么严重吗? 段嘉许的动作一顿,掀起眼皮看她,那我让别人来给你徒刑不行? 我可不想让小桑芝记恨我啊。 桑芝抿了抿唇,不行。 段嘉许的语气带了点玩味,慢慢地往她手上的伤口倒着生理眼水,什么都不行。 你还讲不讲理? 生理眼水的刺激性不强,伤口处只有小小的不适感,并不太疼。 桑芝盯着她的动作,觉得还能忍受。 像是在帮她分散注意力,段嘉许漫不经心地说着, 出二了,还不知道怎么讲道理。 桑芝皱眉,我虽然之前跟你说过,不懂怎么讲道理,但是我整体是个很讲道理的人。 段嘉许又笑了,是吗? 把她手上的伤口清洗干净后,段嘉许又把她右腿的裤脚履上去,处理着膝盖上的伤口。 她这个语气让桑芝很不高兴,本来就是。 段嘉许的表情认真又专注,盯着她的伤口处,反倒显得语气心不在焉的。 嗯,小桑芝最听话。 桑芝瞅她,默默地闭了嘴。 对了,刚刚你跟你老师说你哥是你爸。 段嘉许弯起唇角,突然提起这个事情,你觉得她会相信吗? 桑芝想了想,我老师没见过我爸爸。 段嘉许,嗯? 桑芝,那就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了。 段嘉许把瓶盖拧好,好笑道,你哥就这么老啊? 他还跟我穿一样的衣服呢? 桑芝才注意到这个点,表情瞬间僵住,过了好半天才到,那你刚刚怎么不提醒我? 段嘉许开始给他涂点服,没有说话。 桑芝犹豫着问,那如果老师问起来的话,我能不能说你俩穿的是亲子装? 段嘉许抬眼,盯着他,看了好半赏,意味深长道,小孩,你有没有良心? 啊? 段嘉许淡淡道,哥哥对你那么好,你还帮着你哥欺负我? 桑芝顿了下,没懂,我哪有欺负你? 段嘉许当没听见,桑芝眨着眼,有些不知所措,给自己解释着,哥哥,我觉得我,我对你还,还挺好的吧? 这次段嘉许有了动静,把他脑袋上的帽子戴回自己的头上。 桑芝,他忍不住说,你还挺幼稚的。 段嘉许淡淡道,嗯,还骂人。 桑芝瞪大眼,冤枉道,我哪有骂人? 而且,你这么大个人,我怎么欺负你? 你不要冤枉我。 段嘉许,把手伸出来。 桑芝顿了下,乖乖伸手。 他握着他的手腕,固定住,而后低下眼,慢条丝里地往他掌心上的伤口,涂抹着点符。 却完全不搭理他的话,仿佛真的生气了。 桑芝念如道,哥哥,你怎么不理我? 贴了半天的热脸都没有用处。 桑芝也有点小不服,你还挺计较的。 见他瞬间看了过来,桑芝立刻改口,不是,是记仇,不对,就是,那什么,你的记性还挺好的。 记性挺好。 段嘉许的眼角微扬,终于开始给他回应,不还是在骂哥哥记仇吗? 你要这么理解也不是不,桑芝顿主,很没骨气地把话收回,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夸你的意思。 段嘉许站了起来,从旁边拿了包湿纸巾,撕开,可哥哥不爱听这个。 桑芝,真的难对付。 随后,段嘉许微微弯腰,凑近桑芝,想把他脸上的污渍擦掉,说点别的听听。 因为这突如其来的距离,桑芝下意识往后锁,以为他是不喜欢别人碰他脸。 段嘉许的动作一停,也不太在意,把纸巾递给他,脸上弄到脏东西了,自己擦干净。 桑芝沉默片刻,没接过,又把身子往前倾,其间的意味很明显。 桑芝很理所当然地说了句,我看不到,怎么还这么别扭。 段嘉许低笑着,慢腾腾地给他擦着脸。 等擦干净之后,他也没立刻站直起来,反倒开口道,小孩,你觉得不觉得? 桑芝莫名有些紧张,什么? 啊?段嘉许歪了歪头,脱腔带条地说,我这怎么跟伺候祖宗似的? 本集完 本集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